作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朋友 一个是给您 因为您也知道 我刚生了一个女儿 所以要恭喜您 好可爱的小baby 好有人缘 还好 胖嘟嘟的倒是真的是蛮可爱的 那么也谢谢师父 给我放了这么长时间假 这个专心放爸爸假 是 那回来顾师父 不只是跟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其实您跟福光山 我们很多的师兄世界 也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我记得应该您是八月十几号走的 十一 那其实您才回来没几天 但是在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 还是每个星期都按时间可以听到 我在帮大家请法去了 那倒是之前这段时间 因为我就利用在七月份 我到西来寺去 那我们全美洲的法师们 集合做例行的共识会议 那么把整个美洲 我们的一些形式大家互相配合 那么当时我就抓紧时间 专访了几位法师 那我这趟回到台湾也好 途经日本也好 就遇到很多我们的忠实听众 太好了 然后都来道谢 说对于听到 很多法师们的这些讲话 他们很感谢 很高兴 因为毕竟 即便是到我们总本山也好 或者是国际会议里头 遇到一些法师 但是并没有那么深入的 去听他们 不管是谈自己 或者是谈自己所在的 服务的单位的一些 这些内容情况 是比较少有的 所以我想无意之中 我们这个怎么讲 顺着这个因缘 谈出来的这个计划 照着去做 还真是受到好评 那么所以我说 虽然我不在录音室里头 为大家做这个演播 但就是去采访 然后录音下来 趁着我也不在的时候 那么这个主持人的部分 倒是由淑芬 去帮忙做一个衔接 也都非常好 所以我回程到日本 去讲演的时候 在日本的听众就好几位 都来道谢 正是我们的听众也很鼓舞 是哦 其实也有录了几段采访 请他们讲一分钟左右了 希望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也可以做一个回响的一个播放 所以顾师傅 您这个随身带的一个录音笔 是一定要好好保存 现在就更容易了 以前我就要带一个小录音机 收音机 现在就是因为手机 所以我这次特别把那个手机的容量 扩大了一点 那么要录音这些 就不用担心说录到一半 没有容量 所以顾师傅您除了这个主播之外 您还是兼任了记者 这次就全当这个身份 所以听众朋友们 应该是每个星期还是一样 听到我的声音 只不过跟大家讲 其实那个是因为要把握那个机缘 其实是事先就先把它采访起来 录起来 那么在适当的时候 一定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去这个分享 所以这趟其实也真的是 整整出门一个月 那比较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一向带信徒回山上 或者参与国际佛光会 大部分配合这个世界总会的 这个会议的期间 大部分在十月 这一次就因为配合八月份 其实是农历七月二十二 大师的九十华代 加上总本山 开山五十周年的共生法会 所以这次这种国际性 来自全球各地的信徒代表 人数比较多 那我们多论多就有上百位 听说两辆大巴士 两辆那还是在途中 到了大师生日的前一天 二十三号 还有几位是特别赶上山的 专程飞回去 就请假三天也飞回去 所以加起来就上百人 就是这样 那么在路上这样走的 有八十二位 是搭游览车的 八十二位 那其他回到山上 还有再十几位 二十位再加进来 那么所以大家真的是很有心 只不过大家都辛苦了 因为刚好赶上 你像到了日本吧 他们说是四十年来最热的一年 日本也这样 我们在那里走的时候 大概都38度39度 其实你离开这段时间 加拿大这个过去的 刚过去这个八月 也是历史上最热的八月 全球性的吧 对 而且那次我在车上 开车的时候 听那个广播电台 他讲 主持人讲的 这个过去的八月 只有六天下过雨 是 我印象中 我二十几年前到加拿大的时候 那时候的夏天 就两个星期 会上三十度 对 其他的呢 就是很舒服的 那二十七度左右这样 那现在就要到这个时候来 才降到这个温度 所以 可能真是全球性的 暖化 暖化 所以在日本那一段呢 就我看 我们的团员 因为在日本那一段 本来报名已经快七十人 我赶快喊停 不行 毕竟那个时候 也是日本的叫 就是他们最大的 祭拜祖先的这段时间 他们也放假 也怎么样 那包含很多 包含吃饭的地方 他们也要放假 就是 那个时候 行走在那里 比较不容易了 我就把人数 就拜托一些 已经去过的人退出 人家组团不容易 我们还劝人家退团 就日本就是保持一步游览车 45人 去到台湾 才又台北增加第二步 回到本山 就其他二十几个再加入 这样 就分段 分ABC三段时间 这样 那 日本就从东京别院先 然后就到法水寺 还在建设中的法水寺 那法水寺 它那个 我们光到那个公路旁 就走在路上 已经远远看到了 哇 那个 这个殿堂 真的是很 因为整座山里头 你很明显看到一座 中国寺院在那里 那我就 请教这住持满润法师 我说 哇 这个大雄宝殿 挑高 三层楼高 我们多人多 两层楼高 就够高了吧 哇 它那个地方更 那种叫高 广 大 那种感觉 整个气势很大 那玉佛一尊 好大一尊 光是要 把这一尊玉佛 要运上去 我听说分几天 分段是运上去的 好像接力的这样 那 那 满润法师讲 他说 这个高度啊 是按照荣师傅讲的 去做 荣师傅说 得要在山脚下 就看到的那个高度 特别这样做的 所以那边 势必未来 我觉得 日本 它是 可以讲 那个佛教文化 是融入 他们的生活中 但是经过又 这个 明治天皇 那个时期 他要 整个用西方的文明去取代 汉化 就是说 整个中国对他们的影响 所以做了一些改变 那今天我们话题不在这里了 我们还是以整个共生团的行程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报告 那么 那么总是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他们好像有佛教 但又好像没有 那可以说比较 两极化 要不就是 他们叫 藏式佛教 就人往生的 才想到去 寺院 甚至于藏在寺院 就他们谈家 信徒 会藏在寺院附近 那要不就是学术的佛教 就出家人 也没有其他的 跟信徒很多的互动 没有 他就是 要不就做学问 要不就是去诵经 所以就这两方面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这趟走下来 我又更加深 对于 这个人间佛教 佛教要延续 势必 唯一 你可以强调讲 唯一只有靠人间佛教 我讲的不是靠佛光山 而是靠人间佛教 这个我又更确定 尤其师父这一次 出版的这本新书 最新的这一本 叫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这一本 那么在这个国内 也在师父生日那一天 新书发表 我更加感受到 是要靠人间佛教的 包括日本佛教 也是一样的 那么总是我们在日本 之后到京都大阪 因为碰上这个酷暑 最炎热的暑期 所以大家走下来 也蛮辛苦我觉得 常常 因为日本寺院 都是走在路上 不一定交通 可以一路代步 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段 如果不是凭着说 我一定要回到中本山 我一定要亲自 行弟子之礼 为师父祝寿 或者是说 50周年 我一定要参与到 这全球共生的盛况 那么如果不是这个信念 维系着的话 我看很多人会病倒的 中暑啊 那所以走来真不容易 然后就回到台湾 从台北国际机场进 然后先到宜兰 到佛光山的摇篮 最早 冷音室 现在叫南洋别院 重建之后叫南洋别院 那到那一段呢 我倒是 他们继续走宜兰那一段 我就留在台北道场 就人间卫视 露营 那他们绕回来的时候 参访这个台北道场的时候 正好是我在露营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们在 那个摄影棚外头 还有人拍照 就是看到那个闪光灯在闪 后来就被制止了 因为影响棚内的露营 所以都算顺利 这趟就回到山上之前 有两个比较特别的行程 一个呢是在嘉义阿里山 前天晚上住阿里山的民宿 这个也是第一次 这么多人 好像一家人挤在那里 也蛮可爱的 那之后第二天就到高雄 参与的是佛光杯篮球赛 到那个高雄的 那个巨蛋体育馆去 我们就不小心 我们多伦多派出去的 Malmaster大学的篮球队 竟然得到这个 国际佛光杯篮球赛的冠军 对我们在Facebook上 看到很多您带着 大家一起加油的那种图片 是哦 那个现场很热 对对 好我们这样子 正好中间休息时间也到 好快哦 对啊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好好谈这个 好 好 养生之道 在于吃的淡 吃的粗 吃的少 处世之道 在于吃得苦 吃得亏 吃得重 您知道密西沙家市 有哪些文化资产吗 好消息来咯 在9月25号星期天 密西沙家文化开放日 将欢迎您一起来挖掘 丰富多元的文化宝藏 多伦多佛光山 位于6525 Milkwick Drive 当天从早上10点 到下午4点 也将全面开放给社区大众参访 并有专人 导览参观 介绍佛教文物 体验禅修经验 查询更多资讯 欢迎来电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浏览网站 三个w.fgs.ca 观音菩萨妙难愁 心境庄严 累劫修 千处祈求 千处印 苦海长坐 度人舟 为庆祝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0月9号 星期天早上9点半至12点半 举行大备颤法会 祈求礼拜广大灵感 观音菩萨的功德 福会增长 风调雨顺 何家平安吉祥 查询法会相关资讯 欢迎致点多伦多佛光山 电话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 三个w.fgs.ca 万人广修界定会 千家长明日月灯 消灾严寿 常欢庆 增福尽得 大地春 多伦多佛光山 将于10月30号 星期日 起见药师法会 祈求药师流离光路来 护有您何家消灾严寿 福会增长 功德回向国泰民安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近日起 接受点灯功德登记 详情请电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者上网查询 www.fgs.c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再次回来 顾师傅 那上半弹最后一段呢 我们提到了这个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是篮球赛 对 而且呢 冠军呢 也是正好我们多伦多 派出去的 麦克曼斯特大学的球员们 是 在此之前 我听说 这个行程 其实是你们早就定好的 是要去看这个决赛的 但是呢 没想到决赛正好就是 多伦多的球队 对 这个倒是没有 这没办法预估 对 是 因为他经过多少轮的 这个比赛 然后进入八强 进入四强 然后再进入最后总决赛 对 又有男子队 又有女子队 都分开来 分头 各个不同场次 比了好几天了 对 那么这个 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们 会觉得比较 新鲜一点 说啊 有没有听错啊 这是佛光山办的篮球赛吧 因为大师其实很希望 我们佛教徒啊 大家给人的形象 不是像过去一往那样 到老了 到怎么病了 什么这样 我觉得师父 一来他喜欢篮球 二来他带来佛教 或者人间佛教 很阳光 开朗的那种形象 是健康的 是 那么 所以鼓励 各种的这种 这个体育的竞赛 你看我们巴西足球队 这个我们 浦门中学的棒球队 这个 哎呀 我们的个别分院 在台湾啊 为了这个篮球队 组织的那个拉拉队啊 这才是厉害呢 在那个南非非洲的 这个天龙队 他们直排轮 那个直排轮的 飞天飞出来 也是很厉害 那篮球队 就是国际性的了 那我们过去 师父生日的时候 早上上佛共 中午共生法会 大概共生完 大家就陆续离开了嘛 下午大概三点 两三点啊 就无量寿杯篮球 是在开始 是我们山上 我们自己跟师父打球 那当然是山上的 佛学院对哪一队 对浦门中学呢 还是育幼院 对我们师姑队呢 怎么样 有的很逗趣 有的就很紧张的 最是精彩 应该是 浦中的篮球队 队上 这个南中学部 那个就是很强的 那总是 我们就用这种方式 在纪念 就是跟师父过生日了 师父就说 他都不做生日的 因为生日是母难日嘛 就像今年哦 其实 有一件事情 大家听得有点愕然 就是 哎呀 我们这千里迢迢 然后上百人 回到总本山 要给师父过生日 师父不在啊 对 我也听说了 师父在大陆主庭 那么 也可以说叫匕寿吧 其实师父一向就是 不过生日的 实在是我们 就觉得说 礼不可费了 还是要让大家记得 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开山哦 那么总是 师父说 自己过生日 师父强调是 像我们都不能做生日 有一些人会说 哎呀 什么时候 买个蛋糕 不可以的 就是 师父说 这一天是要反省 这一天是要感念母恩 就是 要 这是母难日 母亲为我们受苦受难的一天 这屡节 刚刚当上爸爸 你最清楚了 最清楚 对 以前 说句实话 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没有感动身受 那就是像 我这个同修小雨 在生产的时候 我是完全陪在旁边 最后 孩子出来 是完全亲眼目睹 亲手捡的期待 那是真的是 这叫薄命 不容易 拼命的 所以师父就是 强调说 这个母难日 尤其自己可以 作为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太感谢母亲了 所以师父 就是 在大陆国内 就没有在山上 但是我觉得呢 这样子也 也帮助我们 也做了一个练习 就是说 就拿我来讲 好了 我 我没有 没有哪一天 说师父不在我心里头 我几乎每一天 在跟师父对话 我不是说我打电话 这我从来没有打电话的 但是在我心里头呢 比如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情 我很自然的 师父今天什么事情 我觉得很高兴 好像在跟师父分享一样 今天有什么事情 怎么样 废神也好 或者是 如何 我心里头想 师父如果是您 您会怎么处理呢 您会怎么表达呢 我应该怎么学 像您这样呢 我是 心中无时不刻 在跟师父对话的 所以我没有感觉到 师父离开我 那所以这次呢 大家回去 但我觉得我们这一团 我刚刚讲 这过程是蛮辛苦的 那么有些人多 那回到山上 到共生那一天 其实前一晚 大家就听到了 哦 师父不在 那我觉得 就是我们团员 因为大部分都是 99%都是老信徒 也很有师父的精神 就觉得 只要师父健康 师父怎么做 都是最好的 那到当天 就是8月24号 农历7月22嘛 那么早上呢 是由高熙君教授 就是为主了 就做了一个分享 那也是集合 就是新宝和尚 集合我们大家讲话 那之后请高熙君教授 播放天下文化制作的 拍摄的师父的 一段采访画面 还有采访一些 这个 应该讲是 在艺文界的人吧 那他们像 你像李志健他们 像李志健先生 他采访那一段 我看了真是 也是要落泪的 他就说 他从一个流浪街头的画家 然后到师父 就是看到他 欣赏他的画作 然后帮助他 所以他说 他的一生都是大师给他的 他说他知恩 感恩 他报恩 那一段也讲得很感人 那么就之后 宝和尚也好 会传法师也好 就跟我们讲 师父也录了一段视频 师父讲说 我们不在山上 就很抱歉 他说你们都在我心中 我也会永远在你们心中 就是 那段视频也是 大家看的都在擦眼泪 但我想大家都知道 只要师父身体健康 然后师父也 还在为佛教 马不停蹄的 还在为佛教奔忙 其实那一天 前一天也是 大师在大陆国内 这个发表 新书 就是刚刚提到的 人间佛教 回归佛陀本怀 我看其中有一位 参与的 这个媒体人士 他讲的一句话 我倒印象很深刻 他说 他 他过去 看 就是看着奶奶拜佛 他没有这个信仰的概念 但到那次参与 这个记者会看的这本书 他说 他会是 人间佛教价值观的追随者 我就觉得 是啊 其实我们都是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说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我们都在其中 没有想到这个 别人用这个话说出来了 实际上我们就是因为 认同这个理念 对 我们也不是为己求 不是为自己 也不是为了拜拜 求什么 都不是 其实我们在追随着一个价值观 一个理念 所以我想师父 这个生日 他不在山上 但是我们却又很强烈的感受到 师父教给我们的一些 不管是母难日 我们应当反思 应该要感念 或者是说 我们跟师父的关系 其实是建立在法 在思想上的一种关系 都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顾师父 我觉得这个节目到现在 好像话题才展开 可是我们马上要结束了 我们可以做下一期的延续了 尤其是因为后头 我们又留在山上 是图中奖席会 那每一年师父都要传递一些理念 那这一次我又再看到 佛光山的 就法师们 各个单位的法师们 他们真的是很有成就 他们对文化教育慈善 各方面的那个报告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五分钟 十分钟的 像我们的大账经 又有新的进度了 我们的维士帐 我们的本源帐 维士帐已经都印好了 本源帐应该 这两部帐应该 我们的货柜 11月中应该都会到达 看到他们还有 佛光大词典 英语翻译的部分的进度 种种这些 我真是听了 我都很高兴 我当时就在想 我要拿到他们的这个报告 然后就PowerPoint这些 然后我想办法看看 这个我因为才回来这几天 来不及真理 就是要在会员大会上 或者是义工为卢 什么场合 我要把它呈现出来给大家 然后模仿他们讲的那个内容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在全球 在师傅的这个理念下 我们怎么样在做 其实我们受到太多的感动 师傅您说出来的话 那您又是给自己设了一个任务了 不过呢 就像你讲的说 我们时间是有限的 然后这一次啊 我到人间卫视去录影的时候呢 这个执行长是绝念法师 他送了我几样作品 最新的 有一套是 这个开山50周年 全球的 就代表的法师们录影 因为我其中 也代表加拿大受访 他送我那一套DVD 那另外还有两片CD 那么最主要的这一片叫照亮 照亮 这是这个如是我闻 就是特别为大师90华旦而制作的专辑 那有满记法师做这个 填这个歌词 然后制作人是蔡介诚先生 那么另外呢 这个演唱的好几位 哇这一片真的好好听 制作太精良了 就是待会儿就是听众们听了之后 你我保证你肯定会觉得 哇很吸引人 一定想收藏的感觉 这个CD也是到11月中 才会到达 那我是想说 既然我们今天谈到师傅的90华旦 我们专程为这件事情回去 时间关系 我们就播一小段好吗 好的 作为这个一个回应 那我们随着这个乐曲的声音 我们就结束本期的话题 那最后呢 我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电话是905-814-0465 905-814-0465 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ce www.fgs.ce 好听众朋友们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云水三千 是你悠悠人间 平安吉祥 是你祝福终生 我们在靠寒的星空 仰望您的此心悲悦 我们在人生的前进 依靠您的光明引导 您赌尽万千钟舍 有欢喜 有慌悲 您开拓满双黄月 有勇敢 有希望 您的光明引导 您的欢喜 照亮发现 您的红月 照亮人心 照亮呀不是星星不是太阳 照亮呀不是星星不是太阳 不是宝石不是月光 是您为我们带来幸福安恒 是您为我们找到不尽希望 照亮呀 照亮呀 不是星星不是太阳 不是宝石不是月光 不是宝石不是月光 是您说的人生不空过 要活出三百岁的精彩和光亮 照亮呀 照亮呀 不是星星不是太阳 照亮呀说 ser clair 照亮呀 照亮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